这个示范区我们前两天也看到了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跟内容 但是透过一个新闻发布会 它里面告诉了你更多的讯息 所以包括要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 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 还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着力要打造出夏金辅马同城生活圈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圈呢 来请教上志 中国大陆的任何政策发布 首先你要看清楚是哪一个层级发布 这一次叫做中央台办 不是国台办 国台办还要再高再高 真正高很多啊 而且包括发改委也来了 发改委是中国大陆的最核心的经济的头脑 一切是发改委的思路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表示说 这次只有这么高的东西 这就表示那就是非常接近习近平 或非常接近所有对台的政策的核心 所发布的一个政策 虽然我们听到 谈的是金门马祖跟福建有关 怎么会到这么高的层级 简单讲 我想在前几天当中 我们也听到了包括国台办说了 说他们支持商务部对ECFA 现在有关于中止或者部分中止 哇一个大大的 很可能ECFA随时要砍了这么严厉的东西 可是同时又给你告诉你 一个现在我们看到 单单只是以金门马祖跟福建的关系为主 这么高的等级 比国台办的等级 商务部等级更高 发布的东西缺取个局部的 我简单跟各位分享的结论就是 首先这个部分是干嘛呢 这就是我们从去年年底 一直在提到 听到说习近平说 对于两岸的关系要深化融合 没想到讲什么鬼 现在就告诉你 这就是深化融合 什么叫深化融合 就是像ECFA这样子 过去给你全台湾 社会经济中南部农民 产商什么的台商 全部都要关注的 那么多的红利 那么多的利润 这些东西全部被民进党 收到口袋里头 变成他们的政绩 还可以发税退税 什么东西的乱搞 然后买武器 大陆这个东西就要切断了 以后不再这么做 深化融合的意思 就是所有对台湾的部分 是更聚焦 更集中 更具体 比如说它单单就是福建 跟金门厦门 它去体现创造是 一旦两岸的关系 更深化的时候 我们在最后就可以看到 以后在金门马祖的 生活的状态 金下大桥 通气通行 所以全都通来通去 然后一进来就按照 台湾的部分的法令 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而金门厦门的人 可以到福建 包括到厦门那个地方 去生活 甚至用那边的税保 可以同时拥有两个 我想这就是 中国大陆所要传达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在这种深化融合的 政策当中 它要让你体现 简单的比喻说 以前给你一个 台湾的大红包 什么都有 大家各自去拿 厉害的有些特权关系 或政府就拿走了 一般民众不见得享受到 现在他不这么干了 现在的部分就是所有东西 很精准的给你一些小红包 特定的族群 金门厦门 两岸的什么东西 有两岸青年交流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台商的更深化的东西 小红包 可是有兴趣认同 去伸手去拿的人 就可以拿到很厉害的东西 中国大陆在以后对台关系 最后补充一点 中国大陆过去 在有关两岸东西 都是在11月12月 每次总统大选 那时候才丢出来 然后立刻被民营党乱扭乱用 他们其实聪明了 现在厉害的 无论是给你紧的棒子 或给你好的萝卜 9月就出来了 让你有时间可以消化 你也没有办法让民营党 拿来做亡国感 拿来做各式各样的扭曲了 这一点北京学聪明了 接着带你来看最新的民调了 我们来看看 很简单 侯科佩在这边 非绿联盟 38.4% 那但是呢 看看右边这里 赖金德加萧美琴的话 29.6% 所以侯科可以打赢赖销 大概差不多是多少 8.8个百分点的差距 如果不是侯科 科猴呢 数字在这里 科猴38.9% 赖销28.9% 更多了 差距是10个百分点 交叉分析 带你看从年龄 从学历的分布呢 在30到39岁 侯科配可是大赢赖销 配多达19个百分点 59岁以下轻壮选民 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支持度都超过4成 学历的话 学历越高 支持度就越高 领先的幅度就更多 所以呢 现在如果侯加上科 这样的一组 其实在南台湾 也许确实不如赖销 可是在其他的地方 都有赢面 我请教一下贵民委员 怎么看这份民调呢 我觉得民调上面 显示出来的数据呢 其实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 其实是蛮类似的 因为大家在各个民调出来呢 都认为大概有六成以上的民众呢 其实是支持 就是要下架民党 因为我们看到民党政府的贪腐 我们看到他的黑箱 我们看到零零种种的弊案 一个接一个爆出来 然后甚至于这个在野党 根本就来不及 去跟全民讲他的弊案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问题是在哪里 问题是民党非常非常会选举 即便他的贪污 即便他的弊案零零种种的 可是他就很会透过分裂的角度 分化的角度 让你在野没有办法达到 你整合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这个民调上面显示出来 因为柯文哲有柯文哲的群众 比如说像年轻人 我们看到民调上面很多年轻人 对他的这个支持度 其实是蛮高 那我在很多的场合 碰到这个柯P的时候 不管是颁奖也好 他的确是受到非常多的 年轻朋友的这个喜爱 所以这个是跟一个实际上面的情形 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但你在看到民调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比较资深年长的人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赖清德 对这个柯P也有一点意见的原因 是毕竟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蒋经国时期 或者是在马英九时期 大家看到国民党内部 的确是比较多的一个专业的人员 所以当他在执政的时候 不仅仅他专业而已 甚至于他比较有羞耻心 因为如果说像现在发生的很多东西 你看像陈吉仲的东西 如果是在国民党时代的话 早就没有 所以我们从这些零零种种的 这个支持的选民上面 上面可以看出来 柯文哲跟这个侯友宜 如果两个可以搭配的话 就有胜算 但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说每一个政党里面 他有不同的想法 也就是说政党里面 他是不是先把国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 可能有些人 他还是把政党利益摆在前面 比如说我们讲说 赖清德赖萧佩的情况之下 他知不知道民党执政这么糟 这么不专业 我相信他们也知道 但问题他觉得说他要继续执政 所以他贪毒的这一挂的种子 他才能够不会对外曝露出来 可是我们看到柯文哲民党的部分 其实也是会一样 有些的成员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民党有些的成员 也有跟我接触 那这些人他很忧虑的一点就是说民众党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当然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沟通的整合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牵涉到国家利益政党利益跟个人利益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其实都还是疾呼啦 最重要的还是要拿这个这个国家利益为前提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柯P呢 如果他当这个富的一个情况之下 好像民众党他的未来好像就可能会有一点发展的这个限制 我懂这个桂民委员的意思啦 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侯科配的话 会有一些民众党的就担心说这会不会什么 会让有损这个民众党这个党的利益 可是我们就问如果没有了国家利益 何来的这个党的利益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